走进台中这间以袜子为主题的专门店 架上的袜子图案布纸色彩缤纷还充满童趣 而且很环保 这一双袜子是用两只宝特瓶做成的 这里也是第一间因群众募资而生 由心智障碍者担任创作者的 玛丽样快乐袜子店 每一笔每一画都是我们的青年画出来的 他们就很高兴有人穿他的袜子 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善的循环 袜子图样从三款陆续增加到现在已经有27款了 明年还会继续扩增 甚至有企业专属客制款 马利亚青年也送给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们特制的快乐袜 我发现他们画的比我本人还好看 真的 这是我今年收到最温暖的一个礼物 最幸福的一个礼物 特别谢谢他们 这间筹备两年的实体店 29号正式开幕 有DIY区展售以及包装出货三层楼 提供给29位心智障碍者工作机会 卢秀燕也当起了包货员 装袜子的纸盒也都是用回收纸做的 马利亚青年虽然受限语言障碍 不过透过制作袜子让他们得到满满成就感 而这快乐袜还获得台中市十大伴手里的首奖 以及现场人气奖跟最佳新人奖三冠王 结合爱心又能克制的快乐袜 让卢秀燕二话不说 当起了最佳销售员 TVBS新闻江俊燕红采的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